他們幾乎都帶全罩 而且他們這種職業駕駛幾乎都是帶全罩 你看不用帶轉 哈囉大家好我是我阿羅 歡迎來到我們公路漂流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菲律賓 然後我們這一次在菲律賓 我們現在第一個點的地方 我們在芳老 就是薄荷島下面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的開發程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好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交通的景象 或是怎麼樣 我們接下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講摩托車好了 它摩托車車牌 這非常非常的有趣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接著它是會反光的車牌 跟台灣的不一樣 就是全世界目前我看過的車牌 都會反光 就只有台灣不會 可是我不太清楚 它的車牌的邏輯是怎麼樣 像你看隔壁這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那個邏輯 又有綠色的車牌啊 然後還有像紙座的 然後這個是壓克力做的 你知道嗎 然後像我們這一次租的話 是這一台有踏板的這一種 坐墊普遍就是很窄 沒有辦法就是騎遠 可是它坐墊很有趣 它是在這邊開的 結果我第一次在這邊看到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空間就只有這樣 一頂安全帽基本上是放不下的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點 它們如果是高級一點的 可能有錢一點人 它們這邊的NMAS 它的數量就非常非常多 到處都是NMAS 然後你看它的車牌 我甚至完全沒有數字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交通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常常講的 這個就是鋼琴路面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它很有趣 它有畫紅的刻紋 那就是增加那個 你煞車的時候的抓地力 它的標線 是有一點像美式的標線 就是會有 會有黃線式的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 那個一顆一顆的東西 那個東西 有點像台灣的貓眼石 那個晚上會發光 那我走過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我很少看到有像台灣這樣子 這麼普遍在用貓眼石的國家 那我覺得也許可以參考看看 那一種形式 然後還有趣 你看這個沒有在戴安全帽 有沒有 這邊的人很普遍沒有戴安全帽 但是我也不知道法規 有沒有規定到底要不要戴 好 我們來上路實際 帶大家看一下 邦勞島這個地方 它的一些交通狀況好不好 走 然後前面這個呢 它現在紅綠燈沒電了 這個是邦勞島它最大的一個十字路口 它這邊很有趣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雙排的這種紅綠燈 大部分的交通先進的國家 他們做的紅綠燈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雙排耗製 什麼叫雙排耗製 就是以日本來講 他們可能會紅綠燈三個顏色在這上面 然後底下會有第二排 那如果是要右轉的箭頭燈 那可能就會放在三排耗製的這一邊 然後左轉的就會放這邊 所以我都沒有亮 我也知道說我等一下會有一個左轉的指示標誌 我就不會說搶先 因為我們紅綠燈的標示 其實沒有辦法讓用路人去預測到說 等一下那個標誌 它都在最右邊嘛 那到底是左轉還右轉 你是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雖然台灣的基礎設施很好 紅綠燈都是用高亮度的LED 可是你有這些規格沒有用 為什麼 它使用上並不止絕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整個交通非常糟的地方 接下來呢我們來跟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每次出國都會稍微看一下的護欄 那個護欄最爛最爛的地方 就是會把一些標誌跟電線桿插在護欄裡面 然後我每次講這個時候都會有一些智障 一些白癡它都會講說什麼 東西要移到護欄外面 會造成什麼外面土地是私人的 你這邊一定有柱子嘛 電線桿或什麼的插在這邊 到底會怎樣占用私人土地 怎麼會有這種 這麼腦殘的這種留言 再講一次為什麼這很重要 其實很簡單嘛 因為你看這邊有落差 那你車子如果衝下來 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要有護欄去擋住車子 不要衝離路面 那倒回車道的過程 車子還是會繼續往前的 那你如果在往前的過程 你又撞到電線桿或是什麼的話 那你不是就是帶著車子去撞護欄 撞電線桿的感覺嗎 而且你看像這邊 護欄的端頭它都會有一個 至少會做一個標準的收折 可是台灣就不知道什麼 就是沒有把它做好 然後最重要的 來護欄最基本的 這一片去疊這一片 因為車子這樣撞過來的時候 你如果疊反的 它這片是不是就會 插進這個車子裡了 那這個也是很基本的邏輯 可是台灣竟然就是會有 做到疊反的狀況 而且還驗收驗得夠 到底是怎麼會 會有種鳥事發生在台灣 你真的太離譜了啦 它這邊就是還不錯 你看它有減速球 你看它至少還會隔一個讓你走的空間 台灣有會啊 可是它這很寬啊 台灣這超窄的啊 而且你看它們那個 無障礙斜坡都做得太棒了 然後各位 我們現在就是來到馬尼拉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租車實際的 體驗以下 就是這一邊租車上路 大家的交通的狀況怎麼樣好不好 車的話呢 他們這邊 馬尼拉就比較嚴謹一點 它就是需要有 駕照 就是要有國際駕照 然後要準備護照 就是來菲律賓租車 基本上不貴 這一台YAMAHA 150cc上架的車 一天好像只要 500多塊 那還是再講一次 看到沒有 人家這個車牌啊 是會反光的 順便講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塑膠插孔 對 台灣一定要金屬 所以這個要是進台灣的話 一定要改成金屬 你知道嗎 這是另外一個有趣的 就是現在世界有一些 比較高階的冒場 他們會用碳纖維雙D-Core 那台灣目前好像還沒有開放 就是連雙D-Core也一定要金屬 這樣子 而且你看 它都沒有進行機車耶 好棒喔 然後你看它有一個右轉轉用道 你看它那個很特別喔 它那個是有遮光罩的 就是它太斜看不到 一定要正面才看得到 它那個也蠻先進的 反正它就是怕有其他方向的人 會不小心看錯 所以它有那個遮光罩 讓它的那個可視 集中在某個方向 對啊 感覺那個都是 就是計程車 我們右邊也是計程車 這幾個應該都是計程車 而且這邊帶全罩的比例好高喔 他們幾乎都帶全罩 而且他們這種職業駕駛幾乎都是帶全罩 你看不用帶轉 然後有沒有看到 它的那個左轉轉用道 就做得很好 然後你看現在可以左轉非常清楚 而且這個 這個雙排耗制比較好 然後你看腳踏車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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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